我们现在一起来观看一下 就是我刚刚下载下来的三个档案 我建议放在一个指定的路径下 以方便我们的操作 所以我们刚刚下载下来的档案 其实要请你点这个地方 接下来都要请 对我先讲一下 那个Power BI下载这件事情 还是要跟你们讲一下 微软公司它就是不出Mate版 所以如果你用Mate的话 你就不能使用这套软件 可是像Table 它就有出Mate版跟IBM版 IBM版就是我们一般所使用的这种Netbook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用Mate的话 你是不能使用Power BI 那Power BI又应该怎么下载呢 所以如果你没有Power BI 你就点这个浏览器 我个人习惯使用是Chrome浏览器 然后当你打开Chrome浏览器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是到Google的首页 因为我要进行是Power BI下载 我先简短的介绍一下Power BI这套软体 Power BI这套软体有10个字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10个字10个字我们这个题目就已经讲了好多个字了 第一个就是视觉化分析 就是大数据分析 这应该没问题 他跟Easell最大的差别 那你会说Easell他是不是做大数据分析 不是 但是他慢慢的已经有需求 有需要 Easell他是一个统计工具 他已经有包含简定 可是很多人就是很希望有机器学习 所以他把机器学习写在 Easell就是外挂程式 好 还有像这个 Power Query Power Pivot 全部都写进去 当做是一个 就是新增 新增加的扩充功能 好 那可是我们真正要去使用大数据分析的工具 那你就使用Power Pivot 它不能做简定 可是 可是那你会说 那他怎么做简定呢 没关系 他可以结合R 他这套软体 Power Pivot 可以结合R跟Tyson 所以 所以这些问题他就都解决掉了 好了 那接下来还有五个字 大数据分析 这我想没问题 就是资料视觉化 还有五个字叫互动式爆表 互动式 什么叫互动式 就是说 当我今天在跟你对话 有问有答 好 这就叫互动式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画了十张表 十张统计图表 在仪表板上面 我随便点其中一张图表 其他九张图会跟着联动 这就叫互动式 这也是以资料做不到的 好 所以我现在特别承调 只要请你们知道 Power Pivot 它最重要的两个最大的功能 就是资料视觉化 也就是大数据分析 我们讲视觉化分析 就在讲这件事 第二个就是什么 互动式爆表 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下载 Power BI怎么下载 在Chrome 就是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请输入Power BI下载 然后点这个 下载Power BI工具 和应用程式 然后接下来 我建议各位 你们如果你的电脑是这五年内买的 那不可 你就直接点下载 那如果不是 如果你的电脑是七八年前 更久之前买的 好 那电脑如果又还没坏 所以你就可以用进阶下载 去找那个很旧的很古董的作业系统 例如说32位元 现在没有人在使用那个32位元的电脑了 好 那所以如果你需要30位元你才点这个进阶下载 好那我现在我还是刻意点这个进阶下载 当你点了这个进阶下载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选择的语言 我选择的是这个繁体中文 繁体中文 tramese traditional 选到繁体中文之后 然后稍微等一下 他会自动把这个界面改成繁体中文 可以理解 好 所以他刚刚在那边去做多国语言界面的转换 就在做这件事 简单说就是翻译 而且Google的翻译现在其实越做越好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拉下来一点点是全部都变成繁体中文了 你就当就是点这个像 刚刚是英文对不对 选到了这个中文繁体 然后这边只要点这个下载 点了下载 那你会说那这边有两个档案 我要选哪一个 要选上面这一个 要选这一个 那这个就是64位元 他后面是不是有标64 这个没有标 没有标 那为什么说他是32 对不对 因为是先有32才有64 后来出来的我们才会刻别标数字上去 然后勾选PBI DESKTOP 就是安装程式64位元版本 然后就点下一步了 他这个动作就是在做下载的意思 可以吗 下载完毕记得就要安装哦 那这边我就不做了 然后继续 然后继续 以上是针对PBI是什么 PBI软体的下载都知道了 对PBI软体的下载都知道了 对PBI软体的下载都知道了 感谢观看